那我们为什么要来反省呢 我们为什么要反省啊 我好好的啊 师父我还是要吗 我还是要改变吗 还需要撑回吗 还要检讨吗 你是必须的 你必须 为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只要你还有一天 只要你一天还是反复 只要你一天还是反复 你就避免不了你的过失 你只要一天还是反复 你就避免不了 犯了一些糊涂的事情 感召将来自己的苦恼 烦恼痛苦 所谓的人非圣选 殊能无过 我们只要你还是一个反复 一天还是反复 不是圣人 不是佛福上 你就会避免不了犯的一些果实 从你的身口一三夜 天天不断的都会犯了 这样的果实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 尊敬的这个统修大德 我要强调 过失是因 你要听好 过失是因 有因必有果 你的过失将来会受到果报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切万法皆空 唯有因果不空的 所以我常常讲 遇知前世因今生做的事 做的事 遇知来世果 今生做的事 都离不开因果的 那这样的过失将来能不能如果不改过 我们能不能往生西方进度 我们能不能亲近阿弥陀佛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能不能得利益 是不可能的 你今年你想要有一个好的开始 有好的结 有可能吗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好的 你要先中你的善意 你才会有善的果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定要好好去反省 好好去努力 去修行 去行使 你一定要不断的反省 你看师父 三十晚上 睡觉之前 先送一部经 然后拜佛 祈求阿弥陀佛 祈求护法隆天 祈求向我这个大愿地藏王菩萨 能够加持弟子 希望这一年的开始 我能够这个会修 修得更好 起码呢 不要去伤害到别人 也不要损失别人 或者让别人起烦恼 起痛苦 要不断的反省 从我自己开始 不断的 因为反复嘛 你这样的反省 你这样的不断的 发大愿 在阿弥陀佛发愿 我要发什么愿 祈求阿弥陀佛 我加持 护法隆天的加持 因为我这一生 最主要的 就是想要解脱 我想要了生死 我将来 能够成就会更利益 更多的人 将来到西方解脱世界 亲见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见了面 我马上回来 我跟阿弥陀佛 我要到十方诸佛国土 参学 我要到十方一切 这个一个诸佛国土 一切众生 跟不够有缘的众生 跟他解散 去帮助他们 就是这样的 不断的 不断的去反省 因为这个人生太苦 人生是无常 每一分每一秒 无论你怎么追求 无论是怎么样的生活 他随时都会来临的 所以我要不断的去检讨自己 不断的反省自己 这样你的人生 你的将来 你的前途 才能够一片的光明 你的人生才能够走 一个解脱之路 你的人生才能够得到 一种幸福 一种美满夸累的人生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 常常告诉我们 要我们怎么样 处在逆境恶元当中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就是消我们的恶元 就是在顺境善元当中 为什么消我们的善元 因为我们常常在顺境当中 会起了贪念 起了愈趣的念头 所以在顺境当中 你能够保持 你那个心能够清静 你就不会化掉你的善元 当我们处境逆境恶元当中 你要知道 这些事都是消除我们的恶元 为什么呢 因为在恶元当中 在这个逆境当中 你不会起了一个称慧的心 而且你能够保持你的心清静 在任何境界当中 你都不忘记提升自己的境界 而这个境界都是提起自己的清静性 你这样的修行 你这样的修持 年年都是平安的 岁岁都是平安的 年年都是如意的 就是这一个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希望嘛 希望能够年年如意 岁岁平安 那要如何从因来修 你才会有果报 所以我们所讲的 祝恶莫祝 众善奉信 在这个地方 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就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在 无论在什么样的建言当中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 善缘也好 恶缘也不好 顺境也好 逆境也不好 你一定在这个境界当中 这一念之间不要变迷了 你要转这个境界 那你的人生真的 天天都是平安 天天都是如意的 而这个功德 那真的不可思议了 那就恭喜大家了 你看诸佛福上 为什么年年顺 年年如意 岁岁平安 年年平安 为什么 因为他把这个事实真相 已经因缘一连果报 清楚都知道了 所以他该怎么做 他知道 我们要学诸佛福上 是不会做错的 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分享 从今天开始 我要反省 我要检讨 我要检点 从我的身口一三月 我从今天开始 我决定不讲别人的过失 我决定不看别人的过失 我决定不听别人的过失 我决定也不要把别人的过失放在我的心上 我决定也不要把别人的习气毛病烦恼种种的 都在放在我的生活上 这个就是一致的做法 保持你的清净性 这样修行是最好的 这个就是最好的念佛 这个就是真实的念佛 如果除了这一外 那你念佛都是假的 你要大家知道 除此之外 你所念的阿弥陀佛都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你有看到阿弥陀佛在那边把别人的过失放在心上吗 没有啊 你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肯定看人家的过失吗 听人家的是非吗 发脾气吗 或者计较啊 针对 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在这样吗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你又像阿弥陀佛一样 大慈大悲 发大时间 跟阿弥陀佛一样 用你的以身作者来 来帮助一切众生 你要这样学啊 除了之外啊 你念的阿弥陀佛那都是假的 那只是跟阿弥陀佛修点落尽福报而已 你有福报有 但是你这个福报不是在三三道 都是在三二道讲说的 这样讲啊 听懂吗 因为本来是讲一下子啦 四分钟啊 但是你看一讲就忘了 因为有时候跟大家 这个学起佛法呢 真的很发喜 我真的很发喜 你看师父 跟你们礼拜一 礼拜三 礼拜五礼拜天 还有西澳的 还有新加坡的 还有印尼的 你看师父 一个星期下来 你看那个时间了 根本就不够用耶 真的不够用 你看自己又自己又煮菜 自己又煮饭 还要洗碗 还要什么都要自己干 还要烫衣服 还要打扫 还要脱靶 那等一下又把这个 这个床啊 要去整理 你看 还要受八观摘戒 还要受很轻 你说你不一大早起来行吗 你很晚你不晚睡觉行吗 所以时间都画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很了解 很了解什么 每一次在厨房的时候 为什么有一些家庭主妇啊 很纳闹 哦好烦啊 天天煮菜洗菜 煮菜洗菜 搞到好烦啊 哦 吃好了 今天早上要吃什么 明天要煮什么 货天要煮什么 等下买什么菜 等下煮什么 哎呀 天天搞这样的 哎呀 真的烦了 到西方极的世界多好 真的多好 哦 思一得意 思食得食 只要动一个念头 想要吃什么 全部 千到万菜 全部都在你的眼前 你不想吃 动一个念头 不见了 也不用洗碗 什么都没有 也不用洗衣服 要烫衣服 还不要选哪一条衣服 要选哪一件 长衫 哦 选哪一天 那个海青 哦 真的很烦 哦 这个就是我们说 火火世界跟喜乐世界的区别 所以啊 第二个最后啊 就是应光大师告诉我们啊 所以我刚才讲的 你要改变你的命运 你必须要从你自己本身开始 了凡事须 你看最好的 最好的一个一个例子啊 孔先生 孔先生给他算命 你的寿命只能五十三岁 而且这一生你没有福报得子 而且你这一生当中 你没办法做大官 只能做县长 但是经过远古禅师的教诲 远古禅师的教导 命运能够改变的 叫他怎么改变 断恶修善 所以他积极的积功累得 不断的去行善 不断的去断恶 最后你看 求子得子 求花 求官得官 求福贵得福贵 求长说得长说 最后七十四岁 你看从五十三岁 掩护到七十四岁 他老人将来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你看阿瑟瑟王 他也是啊 他本来是五间地狱的分 你看经过忏悔 改过反省 而听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不断的改善 不断的反省 不断的忏悔 而且用功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后来脱离五间地狱果报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而且品位很高 所以印光大师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 念佛方能消数月 其成自可转凡心 念佛真的能够消我们的业障 那怎么消我们的业障 关键下面的这一句 你要听好了 这个就是最近体悟到这个道理的 印光大师不是讲吗 念佛方能消数月 其成自可转凡心 那关键怎么样呢 你要发菩提心了 你菩提心没办法开显 无论你怎么念佛 你是没办法转凡的 你那个心永远都是这样 那什么叫发菩提心呢 念念为一切众生着想 那怎么样为一切众生着想 你要去断恶 你要去修审 所以告诉我们 念念为一切众生着想 念念应该要放下一切的杂念 你这样一心一意的念佛 就能够消除你五量节以来 你这个生死的罪业 最后你就能够无有障碍 念佛发愿求生 西方节的世界 你就能够得到西方节的世界的加持 你够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你能够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 所以念佛 是一个善中之善 那善中之善的关键 就是你要发菩提心 你的菩提心没办法发出来 那圣心没办法 所以教我们要念念为一切众生着想 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在尽孝大王 所以地藏菩萨本元经讲得好 孝敬你没有开显 菩提心你是没办法发出来的 所以菩提心很重要的 无论你怎么修 菩提心你没办法建立的 见佛从来无从建立的 念佛往生西方节的世界 是从来无从建立的 你是没办法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最后祝大家 这个短短的给大家借个圆 短短的给大家 把这个佛法第一个 从今天开始 大年初一 我要不断的反省自己 第二 我又怎么样念佛得利 你要发菩提心 做得到吗 好 我能够做得到 慢慢来点点滴滴 把它累积 我相信大家能够有能够成就的 非常兴趣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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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